哈囉 TK 幫的讀者們大家好 Sony在早上的記者會發表了我手上的這款 Sony Xperia Pro i 這款全球首款採用1吋感光元件 而且具備相位對焦的智慧型手機 那我們手上現在這款Xperia Pro i 的工程機 那它有哪一些重點特色呢 在接下來的影片我們就逐一為大家介紹囉 既然叫做Xperia Pro i 這個i是什麼意思呢 根據Sony的說法這個i叫做Imagine的意思 就是代表這款手機呢是專門為了拍照啊 還有錄影這些影像處理的功能而生 那我們就先從這支手機的這個 標誌型的這個主鏡頭開始看齊好了 它這次呢一樣是跟蔡司合作的三顆鏡頭的配置 那三顆鏡頭呢分別是16mm的超廣角鏡頭 24mm的主鏡頭 以及50mm的長焦鏡頭 那這三顆鏡頭呢都搭載了蔡司T度模 也就是它可以抗反射 然後還有抗耀光這些的表現會比較好 那最中間這顆圓圓的最大的這顆鏡頭呢 就是它的冷效焦距24mm的主鏡頭 這顆主鏡頭厲害在哪裡呢 這顆主鏡頭呢它搭載了跟 Sony RX100M7一樣的1吋感光元件 也就是說它把原本那個黑卡相機的 這個1吋感光元件放進了這個小小的機身裡面 你現在可以用手機拍出了1吋感光元件的這種高感光度的照片 它的拍照效果呢理論上呢會比同級的智慧型手機都來得更好 那這一顆24mm的主鏡頭呢 它除了具備1吋感光元件的這個大底之外啊 它還具備了可變光圈設計 也就是提供了F2.0跟F4的兩個光圈 那所以如果你想要比較深一點的景深的話呢 就可以切換到F4 那如果你想要淺一點的景深 也就是背景比較模糊的感覺的話呢 你就可以切換到F2 這樣子你用單隻手機就可以達到兩種不同的這種背景虛化效果 針對這一顆鏡頭呢 Sony也設計了專屬的Photography Pro的拍照模式 以及Videography還有Cinematography 總共三種不同的拍攝模式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一展示給大家看 接下來呢我們就來看看Xperia Pro i的軟體介面功能 那我們就一個一個來看 先從拍照開始講起 拍照這邊呢它跟Xperia 1 III 還有Xperia 5 III一樣有這個Photography Pro的功能 那拍攝介面啊其實整體額顏色差不多的 一樣在這邊有Basic模式 然後也有Auto、P、SM這些不同的拍攝模式 那比方說我們切換到手動曝光這邊你可以看到 這邊呢預設光圈呢是F2.0 那你也可以手動切換到F4.0 取得比較深的景深 然後在變焦方面呢 預設的拍攝鏡頭呢是24mm的主鏡頭 那你一樣可以切換16mm的超廣角或是50mm的望遠 那在切換後呢一樣可以來調整不同的數位變焦效果 那整體而言呢拍攝的體驗呢 其實就類似之前在使用Xperia 1 III跟Xperia 5 III的感覺 那當然實拍表現啦 我們還是等樣之後 接到手機上手之後才能再跟大家分享 然後看完了拍照之後 接下來來講錄影 光線錄影的部分呢 Sony就幫它設計了兩個 一個叫做Video Pro 一個叫做Cinema Pro Video Pro的定位啊 它比較像是一般日常的快拍 所以它的拍攝介面相對比較簡單一些 然後你可以透過這邊來Room In Room Out 那它預設是用主鏡頭拍攝 最遠可以變焦到72mm 然後呢 最廣呢 則是它預設的24mm 然後在拍攝的過程中 你可以一樣看到這邊立體聲的收音啊 然後還有快門速度啊 這些基本的設定 然後也可以切換自動對焦或是手動對焦 然後除了這個拍攝之外啊 如果你是專業的拍攝的話呢 可以用這個Cinema Pro Cinema Pro它可以調的範圍就變得更廣了 包含你有八種不同的這個風格可以直接套用 然後呢 你也可以調整你的光圈 F2.0跟F4.0 然後你可以調整解析度 你可以調整白平衡 總之如果你想要更細部的來調整這些不同的拍攝參數的話呢 就比較適合用Cinema Pro 那在錄影規格方面非常厲害的是 它這一次支援到了最高4K 120fps的錄影 所以呢 你可以在解析度這邊 選擇4K FPS這邊 它最高可以支援到120fps的錄影 這樣子錄製的優點就是在於 你錄了一些素材 然後之後有更高的 有更多的空間可以放慢這些素材的慢動作 找到不同的運鏡跟轉場的效果 那Sony Xperia 1 Pro呢 它也支援臉部跟眼部的追蹤對焦 你在錄影的時候呢 就可以選擇 眼部或臉部的這個對焦開啟或是關閉 那開啟後呢 我們現在來示範給大家看 比方說在畫面前面 我人在畫面裡 我這樣動來動去動來動去 畫面就可以追到我 我的臉部可以完全的被精準的抓到 這樣可以增加錄影時的準焦慮 那因為我現在戴著口罩的關係 所以可能它比較難辨識眼部 但如果是整個臉都露出來的話呢 臉部跟眼部應該都是可以準確對焦的 講完了拍照 接下來來談談它的外型 它這次只有推出黑色的這個版本 然後機背呢 當然就是非常顯眼的 就是這個鏡頭模組 然後它的機背呢 覆蓋的是康寧第六代大猩猩玻璃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看正面 正面螢幕呢 它採用的是6.5吋的4K HDR OLED螢幕 支援了120的螢幕更新率 以及420的觸控採樣率 那螢幕表面呢 是採用康寧Gorilla Vixos玻璃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看邊框 它這支邊框設計還蠻特別的 是有一點凹凸凹凸 帶有一點摩擦感的這種設計 所以你在握持的時候 是有比較穩定的效果 那側邊這邊呢 是SIM卡槽 一樣不用SIM卡針 就可以直接取出來的SIM卡槽 底部這邊呢 附上了吊飾孔 所以說如果你真的想要把它拿來錄影的話呢 你可以穿上一個吊飾孔 那這樣子固定在手機上 就比較不用擔心 因為拍攝的時候晃動 導致手機脫落的這種危險 那底部這邊呢 是麥克風跟USB-C的連接布 然後這個USB-C的連接布的規格呢 是支援USB 3.2 GAN2 也就是說傳輸速度呢 應該算是目前的智慧型手機 從規格數一數二塊的 然後右邊這邊呢 集結了幾乎所有的連接布 包含了快門鍵 然後自定義的按鈕 也就是說你可以自定義一鍵 就快起錄影功能 然後這邊一樣是結合指紋辨識器的電源鍵 然後還有音量鍵 然後頂端呢 這邊有3.5N耳機孔 所以你在監聽啊 或是說你要用外接麥克風收音的時候 就都有這個耳機孔 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收音效果 那提到收音啊 這邊在主鏡頭旁邊 還多了一個麥克風 所以呢 你這樣子在用主鏡頭 錄任何東西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這個麥克風 來得到比較好的收音 那Sony它也具備了就是背景風切音的過濾功能 強調說搭配這個技術啊 你可以得到比較好的 比較純淨的人聲 比較不會被背景的風切音來干擾 既然Xperia Pro i呢 是針對錄影功能的 Sony當然也是為它推出了一些配件喔 比方說這個外接的3.5吋的螢幕 它這個外接螢幕呢 透過這個L型的連接線呢 你可以從底部的Type-C 然後跟它這個螢幕本身的Type-C連接 然後你就可以透過主鏡頭來取景 然後這個畫面呢 來看到自己的畫面 那實際上應用呢 就像這個樣子 像我把這個手把轉成自拍的樣子 所以說呢 我就可以從畫面裡面 在這邊看到自己的自拍 而且是用主鏡頭的這個高畫素 跟大廣光元件來拍攝 得到更好的拍攝效果 而且搭配之前的藍牙手把 你還可以達到變焦的效果 比方說這個是Room Out 然後再Room In 都可以透過這個藍牙手把快速的完成 而且這個藍牙手把 它的側邊這邊 就是除了跟手機本身連接的Type-C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Power的Type-C充電布 所以說你可以在另外外接電源 同時幫螢幕還有手機充電 另外上面也有麥克風孔 所以你可以另外外接麥克風來收音 那麥克風呢 可以固定在它這個卡夾上面的這個熱靴座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一組穩固的外接的錄影設備 那這塊螢幕呢 最主要就是顯示用的而已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沒有辦法觸控 然後這塊螢幕跟這個連接座的連接方式 是靠磁吸的 所以我可以這樣子 磁吸的拔下來 然後再磁吸的吸上去 然後旁邊這邊呢 它有可以翻轉的孔 就是當你要需要的鏡像 或是一些特別的取景方式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旁邊這邊來操控 好接下來來講講硬體的部分 這一支Sony Xperia Pro-i呢 採用了高通Snapdragon 888處理器 搭配12GB RAM以及512GB ROM 那你可以透過MicroSD卡擴充最高1TB的容量 來增加多一點的照片或是影片的儲存 那電池電量方面呢 搭配了4500mAh的電池 支援30W的PD快充 那按照官方的說法呢 你從0%到50% 最快只要30分鐘就可以充保電 那其他的規格包含一樣 有支援5G 然後也有支援該有的NMC這些規格 基本上它有的連線功能 它全部都有 那目前呢 Sony Xperia Pro-1的售價 還有上市時間目前還沒有公佈 那台灣Sony這邊呢 只有預計它會在年底之前上市 所以有更多的消息呢 就請大家繼續持續收看TK邦的報導囉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和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之後呢 如果我們有機會借到這款手機 希望看到我們測試哪一些功能的話呢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說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 先從Xperia 1 Mark 重來重來 Sony Xperia 1 Pro的 講錯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 是 1 4 1 2 1